现在等它整个停下来之后才有办法处理 风菊没有乖乖的待在蜂巢里头全都跑了出来 这样壮观的景象却让一旁的蜂农看了好无奈 蜂王带着他的所有的子弟兵 他先从我们的养的蜂巢里面飞出来 然后先在这边做稍作停顿 所以你会看起来有点混乱的状态 来到龙眼果园一探究竟 果然原本要开满花朵的龙眼树 现在只看得到变成咖啡色 花朵都已经枯萎的景象 没有食物来源难怪蜜蜂急着要搬家 它是从大概清明节4月5号开始开花 那今年很可惜 从4月5号开始之后 就一直连续下雨下到最近 几乎找不到一两天比较好的天气 所以单就龙眼蜜的产量来讲 它减少大概有七成 是非常是可能是近20年来 最严重的一个减产的状况 天宫不作美 让雾峰区的龙眼蜜大幅减产 蜂农表示 由于蜂蜜不算民生必需品 所以价格的波动不会太大 但是就怕有不效业者 进口劣等蜂蜜来贩售 所以蜂农也提供几个配方 交消费者如何自保 标示是有清楚的电话柱子 或是有一些国家认证的一些标章 不然就是一些农会系统的产销斑 深圳蜂蜜其实它的透光度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它里面有很大量的花粉微粒 可以将这个蜂蜜泡到我们透明的矿泉水里面去 然后用力摇晃 那摇晃之后呢 它会产生很多微粒的气泡 那如果产生很多微粒的气泡 而且它到完全这个气泡都不会消退 那就表示你买到的蜂蜜 是属于比较纯正的蜂蜜 炎炎夏日来一杯清凉的蜂蜜水 消暑又养生 除了严选品质之外 蜂农也提醒大家 蜂蜜不宜冷藏或放在太潮湿的地方 妥善保存才能享受最优质的蜂蜜 记者吴依庭台中什么道